作词 邦词 李宗盛 作曲 邦词 李宗盛 《回馆》 作曲 邦词 李宗盛 作曲 邦词 李宗盛 作曲 邦词 李宗盛 冲破天际的升浪 握紧方向 染尽梦啊 心有必胜的胆量 急速对抗 决定逃狂 终会荣光离归来 生命的滚烫 废弛梦想 绝不会退航 开旋的姿态 勇气把燃料都加满 越过极限若光芒 终会荣光离归来 生命的滚烫 风波回响 呼啸着答案 开旋的姿态 转个弯阻来 都推翻 越不及陷入光芒 你的肩膀已经好了 不需要再过来 我不是来藏药的 借给你 这工作照应该放在瑞丰 不应该给我 是不应该 但我想给你 有时间一起走坐吗 就一会儿 你放心吧 你今天白天讲了那么多风之仪的特性 我回家去看他 作为你帮我擦药的报答 我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呢 有一只鳄鱼 从一位母亲的手里抢走了她的孩子 这条鳄鱼对这位母亲说 回答我一个问题 猜对了呢 我就还给你的孩子 猜错了 我就把你的孩子吃掉 这条鳄鱼问的问题是 你猜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 这位母亲的回答是 会 我知道 这是经典的鳄鱼悖论 如果母亲猜对了 鳄鱼就会放了她的孩子 但这个故事的结果 却证明母亲猜错了 鳄鱼会吃掉她的小孩 因为母亲陷入悖论 所以不管她怎么回答 都没办法救她的孩子 但同时 这条鳄鱼也陷入了悖论 因为如果她一旦吃了她的孩子 就证明这位母亲猜对了 她就要把这位母亲的孩子还给她 所以 这条鳄鱼也陷入了悖论 前提和行动互为因果 还容易让人产生矛盾 悖论 就像现在的我们 既然你知道这个故事 那你应该能理解我的选择 这就是无解 对 我很努力地去理解了 但是我后来反映过来 这位母亲做得不对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 我的孩子被抢走了 我一定要拿棍子把那鳄鱼打走 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抢过来 因为面临自己心爱的人 即将要失去的时候 我的本能 就是奋力一搏 我 但我不是一个 会依照本能做事的人 不你是啊 不然你为什么帮我改出去 我 我只是 你只是想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 对吧 这个理由很冷静 很理智 但无庸置疑 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个理由 我从你对危险的恐慌里 感受到的是爱 所以 我们可不可以再遵照自己那些意思 再听一下自己内心的本能一次 不要被那些矛盾束缚住 实际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一起把那条鳄鱼打跑 明天要考核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我只是 害怕如果我明天输了 我总没机会被人说这番话了 晚安 我们可不可以再遵照自己内心一次 再听一下自己内心的本能 不要被那些矛盾束缚住 热爱和执念 让我们有了联系 可感情开始时有多美好 结束的时候 就有多痛苦 我以为被弱无法打破 神仙其中无法自拔 但她的内心本能 却能挣脱束缚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 因为本能而出发 恐惧 让我忘记了那些美好瞬间 所带来的力量 但即便再痛苦 再自我麻痹 我不能不承认 爱没有消失 谢谢您这次牵线啊 小意思 这几年啊 平行进口车销量很低 我们公司也正在转型作业 不得出口 要是真的把拜托拜到国外去啊 瑞峰和咱们也算度过了 一个危机不是 艾德森 你好 艾德森 你好 谢谢您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尼文洛 你好 认识 你好 认识 你好 认识 你明不知 我认识 你明不知 我认识 有点重复 我认识 加上 甚至 你什么 什么 从无所谓的程序 谢谢您的时间,先生 请您看看我们的标准 之前我们决定 我是一个专业的工作人员 而我是专业 我希望先生先生不介意 但我听到您的关系 在马克思塔尔 Norway,它是最高的電汽車的最高的電汽車 天氣,客人,客戶 必須使用這類型的機器 第二,我們考慮我們的 reputation 所以,它不理會什麼錢 什麼價錢,什麼價錢 我們不能選擇新品牌 在市場上 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正確,但我們仍然沒有這類型的負責 因此,我們會更加注重 負責責責責責 你說在市場上,市場上會敗責 但我不認為任何負責 從任何國家會敗責新品 這類型的負責責責責責是最好的 我认识,你很严重的女人 真的吗? 但是,商务是商务 我们只能认识与大级级级销售 所以,它不重要 你现在的时间和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很抱歉 我仍然有什么需要做 我需要去 我希望我们将未来有机会 但不是现在 我很抱歉 谢谢 谢谢 很高兴 再见 这老头儿还真直击啊 实在不好意思,飞总 没能帮上你的忙 多亏您我才知道这个消息呢 没关系 我会再努力 没关系的 还可以有其他办法 我不会轻易放弃 小白那边出成绩了吗? 她入选了 今天就会试驾风之一 做最后的比试 可是 天曲预报上海那边 好想犹豫 好想犹豫 预报说会有暴雨 你可想为你的看法 是参加还是要求延期 三井不想延期 我怎么可能想延呢 来了不是来认输的 你以前可是宇天比赛的成绩 都很差啊 那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你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啊 其实 我有些私心 要跑的那条赛道 沈川开出过二十九分 三十八秒 二二五 我的成绩是二十九分四十秒 五四二 这些都是宇天的成绩 我听明白了 你就是想看我宇天最快能开多少 然后 让我堂堂正正地输给你们 相反 我希望你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 得到最快的时间 我和川哥 一直等着一个能够打败我们的新对手 我发现你们这些进超级大奖赛的人 都已经孤独求败了 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倒退 谁说最好的条件才能最快的 放心吧 我是陈墨白 那可是风之意 你还是没有变 加油 陈墨白 上车吧 我有话跟你说 你该不会 也是来抢我延期的吧 刚好相反 我希望你可以做出更顺从内心的决定 不要犹豫 开会不开你自己选择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 你的对手只有你自己 嗯 我也说过 我要 在真正的下雨天开一次车 我觉得我自己也躲得够久的了 这次不管是为了谁 我都想挑战一下自己 我觉得我妈知道了也会很开心的 也说变就变 每个车车的内心的目标不一样 我觉得听天命的前提是 要先进人事 那你现在的终点 还是超级大奖赛吗 嗯 嗯 这给你 你说过 我哥的头盔能给你带来幸运 我就给你拿来了 说不定 你真的可以打败那条鳄鱼 加油 小钱 你真的确定吗 你的计划是继续试驾驾 尼克 热热日 我们选择他们 是为了一个原因 他们可以够办理 你神兮 什么想法 热日改变了所有东西 风 vision traction 这些不够好准备 第一次试试 驾驶人必须改变改变 工程师必须相信他们的设计 李克,我们必须有勇气 你已经改变了,沈xi 而已对请JJ神摇公主 第一号车手准备 一号车手准备 birthrigh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担心了 要不要在下雨天开车 小白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那件事情也过去够久了 我不希望 对她还有影响 这么多年了 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要告诉她真相吗 我希望她永远也不知道 我挺害怕夏雨天的 因为夏雨天的赛道充满了变数 就因为在雨天比赛 害我丢掉了好几次冠军 后来 我妈妈就有意 在夏雨天带我去练车 哼 陈希 在中间等我 在中间等我 妈真的很疼她 只要她想出去练戳 天上下刀子妈都会陪她去 那天 那天 下雨 她怕当个连车进度 就还是要去 路上全是积水 除了路什么也看不见 那个路口的红灯就是没有亮了 旁边冲过来一个大卡车 把他们俩都吓懵了 旁边冲过来一个大卡车 我伸手拼命地抢方向盘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动作吧 小白有了后来的记忆 以为 那天是我开的车 在这边 您已经是可以了 我心里有点 我都想不见 在这边 我心里有点 在这边 我心里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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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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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这个背影告诉我 现在不该去打扰她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一直隐瞒着她 我宁可让她误解你 错怪你 她也不算是误解我吧 我希望她永远不要讲起来 我们必须回来 可以找她吗 我会去谈谈她 OK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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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ChanMobile obviously is not doing very well 那就是我所說 他很快 很快 但最近他做了很多錯誤 在地球 在哪裡他現在 怎麼可能 他突然偏偏偏 Mr.Stopper 讓我解釋 他做得不好 為個人的理由 我非常抱歉 首先 要休息一下 我明白你所說 但我的評論是 他不斷地 在地球 是更快 比0.45度慢 所以我決定 要承擔 承擔 為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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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了吗 老板 Stopper 之前我们做一个最终的决策 我想请您注意到第二条 请 请 这些是陈莫败的单位时间 好 看看最终的一条 一分钟 12分钟 220分 尚建 这位是越高了 然后 一分钟快速 你现在是阶约 今天是凉远 对吧 琴川 什么是他的快速速 1分钟 1分钟 太阳 In the right weather Given the right weather, he might even beat Shen Chuan My question is, is that Chen Mobile Is he a genius Or a madman? Sir, listen to me please The driver should be judged by the best that he can do I believe in Chen Mobile's potential I will bring him back, I swear. Trust me. Well,I must retract of my words what I said before. If Dr. Shen can convince him, we at Marcus,we are willing to open the doors for our crazy genius. I will return to the rear I will return at the front of my car. I'll see how some uncertainty will come. I will go to the front of my car, I need to check out all the places I have. I will check out all the places that I have to pay for. 回领海了 不是 他怎么了 他不是在特训吗 怎么走了 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 你先慢慢查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行行行 他平时的那个水电 煤气 所有的业务都是我在管 我来查一下 有了 他买了半个小时之前的机票 回了领海 好 那我知道了 我现在立刻买机票回领海 行行行 好 你现在要回去 你现在要回去 抱歉 少前 我必须要走 好 照顾 喂 郝阳 陈墨白回店里了吗 没有啊 我一宿都没敢睡 那个许光去车队也找了 没找到 他到底怎么了 电话也不接 他经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吗 找了 都找了 那个卡丁车厂猴子也去了 那个卡丁车厂猴子也去了 那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较特别 我们没找过的 哪儿啊 我好像知道他在哪里了 我晚点跟你联系 师傅 麻烦前面掉头 你一个人在这里很久了 你一个人在这里很久了 我妈 是我改车害死的我妈 我还傻不冷 能不能想追回那三分钟 我原来一直在用速度欺骗自己 陈墨柏 陈墨柏 你赢了比赛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 你也追回了那三分钟 我赢了什么 我赢的是超级大小赛的车手刺客 我还是会以为我已经追回来的那三分钟 神絮 我什么都不配 我在 我在跟什么比 我到底 我到底想证明什么 我根本就不配当一个赛者说 那天该死的人应该是我 我 你是 你在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现在 老白 小白哥 你可算回来了 他 怎么了 先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好好休息吧 小白哥不会是输了 一时接受不了的 他没有输 他赢了 沈穆白先交给你们照顾 我去飞总那一趟 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说 那既然赢了 小白哥怎么这个状态啊 赢了不就直接可以 参加超级大奖赛了吗 这 什 什么情况 说个事啊 我不去超级了 老白 你现在状态不好 要不休息一下 冷静下来咱们再说 我很冷静 别说超级了 赛车我也不开了 行 就算不开车 咱开修理厂 咱们也能在一起 怎么了 什么情况 你怎么了 这儿呢 以后就是个改车店了 哥几个想留下就留下 不想留下 就趁早换一车队 瑞峰呢 等我把这块收拾好了之后 会给你们个答复 你咋吃了汤特训 一回来就打退堂鼓呢 陈莫白 陈莫白从小到大 我就没有见过你这样 我知道你什么人 刚才那不是你真心话 对吧 我是什么人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是什么人 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是一个绝对 不会退缩的赛车手 我从来就不配当一个赛车手 陈莫白 你从上学的时候开始 每天脑子里面就是赛车赛车 你怎么不配当一个赛车手了 那你不赛车想干吗 一直修车吗 修不修车再说吧 陈莫白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 我不想看你这个垂头放弃的样 你怎么回事 冷静 冷静 朱总 小黑哥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呢 你先出来 陈 你 赶紧干吗走 你 你让他冷静冷静 你让他冷静冷静 所以他 全都想起来了 这么多年你可以瞒着他 是怕他接受不了现实 我怕他 少一个人记得 就少一个人痛苦 单子我一个人背就行 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可能会导致记忆错乱 这大致是因为 心理的自责 快要把他压垮 他的大脑 再选择自我保护 这对他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这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但是如果强行纠正 可能会导致记忆更加错乱 甚至呢 也有无法面对现实 导致心理防线 崩溃的风险 医生 如果现在就顺着他的记忆 不让他想起来 是不是会比较好 现在少受刺激 就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他现在状况怎么样 你去看看他吧 但是我怕他见着我 他现在最想见 但是也最没有勇气见到的人 就是你 不过他们的我们 不要和我们就离开 你们就过来 我还是没这些 saben 我说我不信 你怎么不信 他说不信 我记得因为什么 他说不信 你回答他 词曲 李宗盛 爱 是你的痕迹 善不去 时间 一跌一滴 记忆 散落一滴 经过 的树荫勾入你身影 远去 我愿助你寄宿的奔跑 又期盼你一切都完好 爱情 又像被打乱掉 却 同屏的心跳 耳边的风 倾诉 在狂笑 心底的爱 回忆 中间呢 逆风的加速 是你的骄傲 也是我 最极致 的目标 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